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冰与火关博预告彩蛋 宿命兄弟合照大笑 获有圆满结局 由王一博和陈晓合作主演的迎来了 收官大结局 最后几集的大结局全成高能 同时又赚足观众们的眼泪 因为在最后的镜头陈晓饰演的吴振峰受伤生死未卜 最后的镜头就定格在陈宇背着吴振峰的瞬间 其实看到这个结局大家真的都哭惨了 因为陈宇和吴振峰可以说是宿命一般的兄弟了 两人从小一起长大 把自己的生活都献给了基督事业 甚至都没有办法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但是到头来换来这样的结局真的很易难平了 在冰与火最新的官博动态中 大家能够看到官博预告即将有彩蛋和大家见面 因为这部剧最后的大结局属于是一种开放的结局 所以最后的彩蛋还是很值得期待的 或许能够给大家一些不同的期待 剧方的官博还晒出了很有预告性的一张图片 照片中两位男主角勾肩搭背着大笑 似乎过去的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他们一直都是很好的兄弟 一切都是很安逸的 所以从这张图大家也能够猜到 接下来的彩蛋一定是一个美好的结局 这也算是给大家一个交代 冰与火是大家期待了很久的一部作品 王一博在拍摄这部剧的时候也非常用心 每一个镜头 每一个动作都想要做饭更加的完美 王一博出道之后 他并没有着急拍摄太多的影视剧 他每一次选择的角色都和自己很贴合 其实以王一博现在的热度和流量来看 想要与之合作的剧方式有很多的 但是王一博在这些问题上的尺度把握的都非常好 虽然影视圈中很多作品为何提前预热 都会选择一些热度比较高的艺人溜 但是王一博这方面的消息是非常好的 因为他在选剧本方面对自己要求很严格 在拍摄这部剧的时候 我也不把自己完完全全地带入到陈宇这个角色中 所以在拍摄的过程中 导演多次对他赞不绝口 后续该导演和王一博还有很多的合作 《冰与火》自从播出之后口碑一直都非常好 而且剧中有很多老细鼓出演 王一博虽然是主演 但其实他在片场的态度真的很谦虚 和前辈们在一起合作他也学会了很多 如今王一博正处于转型的阶段 而且从王一博现状来看 他的转型是很成功的 上半年王一博的工作安排真的很忙碌 接连三部电影作品的杀青让粉丝们都很兴奋 因为这也意味着接下来大家能够在更大的荧幕上看到王一博 看得出来王一博的事业心非常强 在拍摄电影的过程中 他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出镜率 但是热度依旧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经过前半年的沉淀 接下来王一博多部电影将和大家见面 而且现在王一博参加的这就是街舞节目正在热播中 能够兼顾自己的爱好和事业 因为王一博足够清醒 他对自己的事业有清晰的规划 期待王一博后面新作品和大家见面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